等你的功夫上升的时候 你就不怕对方的力气大 因为你能斩过对方的力 感知对方的力 我给对方力 对方压我过来 我打他 必然手 我可以控制对方 对方双手 按照我的双臂 按控制我的双臂 这个时候呢 首先要保持腰马 这个沉间坠走 前膝抓地 然后双手 开手 然后打下对方 我从那门看到 对方牵进来 他牵进来以后 我这个力就 就卸掉对方的力 我就打空位 打空位的时候 对方的顶力 你看 我去拉对方的话 我们的这个腰马要合一 如果我的腰马不合一的话 我能感觉到这些是 我和你也可以不一定做的 我也有药